大家好,我是Rose,欢迎来到我的频道Evergreen Vlog 因为美国疫情,所以我有比较多的时间在家 我就开发了一些小的爱好,比如织围巾 最近我又开发了一个新的爱好 就是手工做手势,觉得还是挺好玩的 然后我发现这个手工制作手势的这个行业 是一个暴力行业 就是说它有很大的利润空间 我之后会和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是一个暴力行业 在美国,手工艺爱好者可以去Michael's或者Hobby Lobby 买到制作手工的材料 这边还是挺大的 这边就是卖各式各样珠子的地方 现在这边所有的珠子都打三折 还买了这个木头的红色很漂亮 然后它是三块四块钱打三折 就一块多 可以做项链 你的那个 打一张 给大家看 这边 我 我 我用这几种珠子 这两个黑的 红的 还有这个水晶的 穿了一根 这样的中国风的项链 配了这样的 耳环 为什么我说这个手工制作手势 是一个暴力行业呢 给大家秀一下 这是我做的项链 这个吊坠 一块五美金 然后这个红颜色的珠子 加在一起 一块两毛美金 还有这个黑颜色的下面的珠子 加在一起 差不多也是一块两毛美金 然后我是用这个绳子穿的 这个绳子 我是买了这个绳子 这个还有这个 再加上这个工具 还有这个 所有加在一起是十美金 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个绳子 算多少钱 我觉得差不多五毛钱 所以加在一起 这个成本是非常低的 然后这个项链可以在网上卖多少钱呢 给大家看一下 在一起是美国一个卖手工艺商品的网店 这是我在一起上找到的类似的木质项链 我做的这个项链 大概可以卖二十五到三十美金 是不是暴力 然后我做这个项链大概是花了十五分钟 就做成了 还有这个耳环 这个耳环的成本大概就是一美金 在网上卖的话 至少可以卖十美金 或者十五美金 所以这个利润空间也是非常大的 在美国人工费比较贵 所以我觉得美国人还是愿意花钱 去买一些手工制作的产品 像这样的手工制作的项链 因为不是批量生产 所以它是少而经 所以你带着会觉得与众不同 我觉得如果你喜欢做手势 那么手工制作这个手势 然后再网上出售的话 可以作为一个副业 但是作为主业的话 要生存还是有一定的困难 我会持续和大家更新 我在美国的生活 所以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Living the present See you next time Bye